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不少的软路由 其实大多数都是属于入门的产品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可是我认为2021年最具性价比的X86的软路由产品 而且也是属于进阶的产品 更是我心心念念等了快两年的全2.5G网口的软路由 相信从2022年开始 软路由会全面迈进2.5G的时代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好咱们闲话不多说 咱们先开箱 打开包装之后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软路由的本体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电源 是12V2.5A的DC电源 另外呢 还有一条SATA加电源的硬盘扩展线 后面呢 是一个螺丝包 加保修卡 还有一个橡胶的脚垫 那为什么金水会说它是2021年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呢 大家别着急喷 绝对不是标题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从三个维度开始讲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 这款软路由的CPU采用了20年到21年最火的Go4125 那大家都知道Go425是2019年Q4级度发售的8代的赛阳CPU 它主打的是移动产品的系列 那由于性能强劲 而且呢功耗又低 你经常会在移动产品或者是主流到NAS产品上看到 那这个CPU呢 是4核心4线程 核心频率呢 是2.0G赫兹 支持双公道的DDR4内存 最高呢支持8G 但是我们这款小主机 它最高呢支持16G 它自带的核心线杆呢 是英特尔的600 支持4K的减码 它不但支持AES新纸零级 而且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 VT-X和VT-D 在这呢 为了小伙伴可以跟其他软路由的型号 做对比和区别 那我整理了一个表格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的正面 有4个2.5G的 Indoor的i225V的网卡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那背面呢 有一个电源键 两个USB3.0的接口 一个HDMI的接口 一个VGA的接口 和一个Reset的按键 那TDP功耗呢 最高只有10W 即使在X86软路由里面呢 也是属于低功耗的产品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的盖板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内存插槽 这里面呢 已经安装了一个DDR4的8G的内存 那我们这个小主机呢 最大的支持16G 对于虚拟机玩家呢 是非常的友好的 那后面呢 还可以看到一个M Theta的接口 和一个Mini PCIe的接口 我的这台软路由呢 安装了64G的M Theta 旁边呢 还有一组Theta硬盘 跟电源的数据接口 方便呢 我们以后可以扩展2.5寸的硬盘 在这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增加硬盘的话呢 会增加一定的功耗 一般来说呢 你要增加一个2.5寸的SSD 会增加大概1W的功耗 增加一个2.5寸的机械硬盘呢 会增加大概2W的功耗 在不增加硬盘的情况下 咱们这个小主机整机的待机功耗呢 它会稳定在7.5W 还是非常的省电 从配置和硬件上来说 不论是CPU还是网卡的性能呢 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好 外观的参数呢 咱们就先说到这 那到底好不好用呢 咱们跑个分 我们用OpenWrt常用的加密算法 来跑个分 首先呢 是AES 是23万分 那接下来呢 是XX20 那我们的得分呢 是15.6万分 OpenWrt自带的Chromemark CPU评分 1.5万分 那现在呢 我们把功耗同样是10W的 这个Go1900 和Go3845 Go4205 还有这几年卖的最好的 这个R2S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它们的参数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的区别了 那这个软动油呢 刨满我家的千兆 那是毫不费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础代官下载呢 是939.38 上传呢 是57.43 在科学上网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下载呢 是936.98 上传呢 是65.52 CPU呢 最高使用率呢 也在15%左右 只要你的节点不限速 在任何情况下呢 它应该都是可以 跑满千兆代官的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呢 在家的时候呢 都是拿软路由 充当交换机使用 当我们有了这个全2.5G网口的软路由呢 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把你的内网从千兆升级到2.5G的网络 我们在软路由上打开IPO3的服务端 在我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 测试电脑的网卡呢 是苹果的雷电3的万兆网卡 单线程上传2.35G 单线程下载是2.35G 大家在这要注意呢 你要使用-R的参数呢 测试的才是下载的速度 我在这里呢 使用-P10的参数 也就是10线程的下载 我们测试多线程的上传是2.36G 多线程的下载呢 也是2.36G 基本呢 达到了2.5G网卡的实战标准 由于这次的固件呢 并没有做激进的调教 保证了日常使用的前提下 而且还能有效的控制功耗和温度 那常温下运行一个小时左右 温度呢 在43度左右 整体的温度控制呢 还是非常优秀的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价格 之前呢 千兆的Go425的价格 在淘宝上都是在800块钱左右 那这次呢 厂家提供了100个优惠券 在购买的时候呢 可以利减100元 那准系统拿到手的价格呢 应该是在780块钱 大家可以去某宝商对比一下 你就知道 金水所说的性价比在哪里了 好 咱们先说优点 不管从性能 网络传输 都算是非常不错的 进阶的产品 那全英特尔2.5G的网卡 进一步的降低了内网升级的门槛 带机在7.5瓦左右的功耗控制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对于想玩虚拟级的玩家呢 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 金水也实际测试过 ESXi 7.0 UR的版本 PVE 7.0 都是可以完美的支持 而且实现网卡直通的 可以说是2.5G内网升级 跟虚拟级玩家的首选 那当然 缺点也是有的 接下来呢 就是吐槽事件 由于英特尔的2.5G的网卡的驱动呢 只有最新的那盒 5.1的OpenWRT才支持 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用到的固件呢 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我之前自己编译的固件 和Ether最新的11月份的固件呢 我都是测试过的 这里面呢有几个问题 要告诉大家 可以用 用是可以用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第一呢 你就是在使用第三方固件的时候呢 LAN口的网卡呢 它是无法桥接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的话 你需要把三个LAN口 设置成不同的网段才可以使用 或者呢你用ESXi 来创建OpenWRT的虚拟机 也可以实践 当然厂家自带的这个5.10的固件呢 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那所有网口的驱动和桥接 都是可以完美解决的 另外呢 你在使用第三方固件的时候 如果你把电源直接断电 或者是直接把电源拔掉 LAN口是无法获得IP的 你碰到的情况呢 就是重启之后 你的软路由就连不上网了 那当然这里面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一种方法呢 你是在断电之前 就把LAN口的网线拔掉 插上电之后呢 我们再把网线插上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在你需要重启的时候呢 你要用OpenWRT自带的软重启 就是在软件内部完成 那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你重启之后 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只是想科学上网 那家里的宽带在500兆以内 R2S呢就足够用了 或者呢你去买同价位的产品呢 也就够用了 最好呢不建议去买性能过剩的那些产品 那如果你想玩虚拟机 那家里的宽带又是在千兆以上 甚至是有两条以上的宽带 而且呢你也想升级2.5G的内网 那么 这个可玩性非常强的软路由Go425 可以说是2021年年底 最具性价比的产品了 它的缺点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段时间内呢 可用的固件是比较少的 2.5G的网卡的驱动 在第三方的适配呢也不是非常好 那么想尝钱的小伙伴呢 可以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去选择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 非常感谢厂家能给金水神技能的观众 这次优惠 同样也感谢支持我频道的观众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有用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就麻烦你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内容的更新 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咱们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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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